好在这一边呢 我要讨论的是 self-practice 3.2b 然后在这一边 他题目是要我们问 这个argument是valid and sound吗 然后不valid或不sound的话呢 我们要justify我们的answer 这样的一个东西 ok好 来在这一边 我们开始回答这个题目之前 我们先复习一下 valid是怎样 valid他就跟着form1 所有a是b 然后c是a c是b 这样他就是form1 if前面 then后面 前面对 后面也对 这个是form2 if前面 then后面 不后面 then不前面 这个是form3 然后valid呢 就是跟着上面这三个form里面 其中一种form来呈现 这就是valid sound呢 就是他所有的premise 跟conclusion都是对的 而且必须是valid form 所以你看课本的 那一个definition 他的那一个他有讲 他说deductic argument is sound if the argument is valid 所以他必须是valid 然后all the premise conclusion are true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not valid肯定是not sound 所以我们的结局只有三种 一就是not valid not sound 然后valid 有可能是not sound 就是想他pp2 conclusion其中有一个是有错的 然后valid and sound的情况之下呢 就他valid 然后pp2 conclusion都对 这样 所以来我们看这一边的第一题 他说所有的5的倍数是10的倍数 所以我的这个5的倍数是10的倍数 这个是if a all a is b 所有的5的倍数是10的倍数 所有的5的倍数是10的倍数 啊所有的5的倍数是10的倍数 这个就错了啦 这个我就肯定知道他是not sound的 然后他说35是5的倍数 然后他说35是5的倍数 然后35是10的倍数 然后35是10的倍数 这个呢就是35是我的那一个 c来的 这个是我的c c是a c是b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是跟着我的form e 所以他是属于valid的 ok 然后可是他not sound 因为那个p e p 2 跟c 都是false的 ok 所以他是valid not sound 没有 这个p p2是对的 然后conclusion是错的 他p e 是错的 35是10的倍数 也是错的 ok 所以我的premise one跟conclusion都是错的 所以他是not sound 但是因为他是跟着form one form one是什么东西呢 所有的a是b c是a c是b 所以你的form one form two form three 你都要背上来 这样你才能够回答 这一种类型的题目 ok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ok 在这一边 他说 那一个 呃 所有的 那一个square 正方形 所有的square正方形 有直角 对啊 这个是对的 所以 所有的a 然后b 然后b 然后他说pqrs 是一个square 我在这边 我的pqrs 是一个square 然后pqrs 有直角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c 是a c是b 所以这个他跟着的是form one 所以他是valid的 ok 然后 呃 他的pp2p3 都是对的 所以他是valid 然后他也是sum ok 接着我们看第三个 他说如果我的square root x 小过3 那么我的x 会是 小过9 我的square root 4 小过3 所以4小过9 ok 我square root x 我是心里想我square root x 小过3的时候 我左边square他 右边也square他的时候 我的x 会小过9 嗯 对 ok 我的x会小过9 啊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其实这样square 有一点 有一点不大对的感觉 但是 我们能够知道的 就是square root 0 小过3 然后0也小过9 然后 嗯 square root x 其实就是在0跟3 之间罢了 那么 ok 好 所以他符合这个 所以这个 if p then q 然后 这个 p is true 所以q is true 所以这个是属于第二种form 所以他是属于valid的 然后我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对 这个对 然后所以这个是sum valid and sum ok 接着我们看第四题 if k-5小过9 then k大过这个 if p then q 10-5 小过9 10-5小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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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10 大过9 这个是q ok 嗯 这样他的k-5小过9 你有心理想k-5小过9的话 这样我的k应该是小过9加5啊 应该是k小过14啊 他没有讲应该是k大过9了 所以他的这个其实是错的 ok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拿一个 呃不对的例子出来 就 6-5小过9 啊你看我在这边我可以有一个counter example 你看啊我的6-5小过9 对不对 我premise to 6-5小过9 这样我的conclusion就可以直接6大过9了哦 你看如果我跟他的这边吗kk我用6来代替吗 就是说我在这边我用我的k等于6 所以6-5小过9 6-5的确是小过9啊 对呀6-5一吗一小过9吗 对呀一小过9吗 6-5是一吗一小过9 这样就是一6会大过9哦 这样这个就不对了哦 所以他为什么会不对呢 因为他的premise one是错的 可是在这边他是if p then q 然后p is true q is true的话 所以他这个是第二种form 所以他其实是valid的 可是呢他not sound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p is false ok p is不对 not true 我的p is不对的 这样 在这边他说if x is factor of 6 then x is divisible by这个 这个是p 这个是q 6 is divisible by 3 6 is divisible by 3 然后3 is a factor of x so这个呢其实是q 然后这个是p 所以这一个他不valid ok我们的valid的情况之下呢 记得valid的情况之下是if p then q p q 他不可以是if p then q q p ok 所以在这边他不valid 不valid的情况之下他就not sound了 ok 所以他一不valid 我们什么都不用想 他not valid他就not sound ok 在这一边呢有学生就问 这个是不是form tree 不是 ok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我的form2是if p then q 然后p对 q对 这个是第二种form 第三种form是if p then q 然后q不对 后面的不对 然后所以前面的不对 这个是form tree 所以form2跟form3都是if p then q 开头 可是form2是前面对 所以后面对 form3是后面不对 所以前面不对 ok 好接着我们看六 if le is parallel to l2 then gradient of le 等于gradient of l2 这个是我的p 这个是我的q gradient of le 不等于gradient of l2 这个就是不q 不等于 然后所以他不 parallel 这个就不p 所以这个就是valid 为什么呢 他是属于第三种form ok 就是if p then q 不q then不p 然后他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说所有的rombus 有perpendicular diagonal ok 这个是对的 所有的a 是b 然后他说pqrs 有perpendicular diagonal 这个呢 然后pqrs ok pqrs 这个是pq 这个是b 这个是a 然后我的这个pqrs呢 是我的c 我们在这一边 他这个是我的这个pqrs 然后在这一边 他这个其实他不符合我的form 我的所有a是b c是a c是b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必须是讲pqrs 是rombus 啊 然后他才可以讲pqrs 有perpendicular diagonal soy 这个呢 他不valid 因为他没有跟着我们的form 所以他这个呢 我们就不valid的情况之下 就肯定是not sound ok 为什么这样的一种东西不能够讲了 因为我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是他的diagonal 是属于90度的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我是一个正方形啊 我正方形的情况之下 这样他这一边也是一个90度啊 diagonal 90度啊 diagonal 90度有三种东西 diagonal是90度的哦 除了这个正方形之外 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形状是怎样的呢 他还有另一个形状是这样的 风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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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的风筝型的情况之下 他的diagonal也是90度啊 所以他讲他的diagonal是90度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rombus啊 ok 所以这样 所以他的这一个他没有跟着他的form 所以他出来的conclusion是错的 ok 所以pqrs 他可以是rombus 他也可以是square 然后他甚至是可以是cut 这样 因为他没有跟他的form 如果他跟他的form的话 他改一下他讲pqrs is a rhombus 然后pqrs perpendicular diagonal 这样就对 ok 啊 只要我把这两个交换的情况之下 这样他就会变成了那一个form1 然后他就会变成valid and sound ok 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个这个rombus 改上去这一边 如果我的那个p2跟那个conclusion交换位置 ok 第八题x是p even number 3x也是even number 所以这个是p这个是q 3x不是even number ok ok 然后x不是even number ok so3x不是 所以这个是notq 这个是notp ok 所以在这一边 他这个是跟着form3 然后所以他是valid 然后这个也是sound 如果他是双数 3乘以那个双数 他还是双数 3乘以x不是双数 所以那个x不是双数 这样notq 所以notp 然后如果我们这一边你想一下啊 你心里想哎他他他是这样的呗 你看我如果是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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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不是双数 然后所以3不是双数 对我355 15不是双数 所以5不是双数 也对我这样 ok 好 所以这个是valid and sum 好接着我们看第9题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如果k大过5 那么k square会大过25 5 然后这个是ifp then kill k小过等于5 这个是notp 前面的not ok 大过的导盘就小过等你 ok 就是大过5等于5就不符合不符合大过5 小过5 小过5也不大过5 所以小过等于5就是不不p ok就是不符合p k square 小过等于这个是不q 所以这一题我们直接知道他是not valid 因为我们ifp then kill 他要p q not kill not p 他没有跟着他的form not valid的情况之下就直接not sound ok 最后我们来到了第10题 ok 好第10题这边所有的cube 是qboy的一种 所有的正方体是长方体的一种 对 ok 就 甚至我讲所有的square是rectangle的一种 all square is rectangle也是对的 就是讲你是一个长方形 然后你四个边都一样 他就变成square了咯 甚至我可以讲所有的长方形是parallogram parallogram是讲左右一样上下一样啊 平行嘛这样吗 so 当他90度的时候他也就是rectangle 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自己本身的 那个概念不清楚的话 我们以为他是错了 听上来好像错了 但是事实上是对的 所有的正方体都是长方体的一种 对 这个是对的 所以这个if 啊 a then b 然后我的这个object p呢 是我的c 然后c是a 所以c是b 所以这个他是属于valid的 ok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属于那一个 啊 form 一 ok 然后他也是烧的 因为全部都对 ok 所以他是valid的 好 所以在这边呢 我就把这个 啊 selfpractice 3.2b的讲完了